我們在胖上也有 我們大便在妳的身上 但是這個真的很... 如果人家用這個 我覺得他其實真的沒有教育 可是在台灣人 如果用這種方式罵 會被人家笑耶 對啊 如果 大便在你身上 我才搭在你身上 我搭在你身上 我搭在你腳上 我搭在你的屁股 我搭在你的鞋子上 小孩子的喔 好小喔 我家裡聽到這種的字 就是如果人家罵別人 那是別人不在我們的家那時候 就是可能人家讓我父母生氣 然後我父母回到家 然後開始罵他們 就是我大便在他們身上啊 然後他不會... 不是在... 對啊 因為真的超級... 超級沒禮貌啊 對 我們聽起來真的還好啦 對 真的還好 以前我們跟幾個女生 我們去歐洲玩 然後去夜店小組的時候 然後就有 西班牙男生過來搭訕 但他講了一連串的東西 然後我原本還想說 是...他是要覺得說 我們就是要下一拖嘛 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朋友就一直笑好 然後他就說 那個西班牙男生說 然後我那時候以為 我就說是在講我們很辣嗎 因為洋蔥不是剝辣到流眼淚這樣嗎 什麼是什麼 結果他就說 那為什麼是洋蔥不是韭菜 有沒有洋蔥會讓你哭 對 韭菜就是臭菜而已 自演的意思 我看你不舒服 這個感覺 對 但是你已經臭到讓洋蔥都哭了 那可想的是這樣 洋蔥本來是讓人家哭的嘛 對 結果我們也講到 洋蔥自己都哭了 對 它就表示這個人有多醜 真的很醜 因為我那時候是很瘦 然後也沒有什麼兇 然後人家哭嚕醜的 就是西班牙人就覺得 審美觀好像就覺得 這樣的女生是很醜的 又更醜的 我們如果是更醜的 我們會說 就是你 你比打自己的爸爸 你比打自己的爸爸 你們罵人為什麼都要講那麼久 對啊 就是你一直都一直打 有一點藝術 有藝術感 滿好聽耶 就是你比打自己的爸爸還難看 就是因為你打你爸很難看 所以我看你比打自己的爸爸 還難看就是這樣 比這個還醜 好嚴重喔 好酷的 我覺得滿酷的 對啊 這是滿 很創意耶 會讓你想一下 我真的好醜 有藝術感 我們法國是鮪魚 如果女生不好看就是鮪魚 你長得很像鮪魚 對 不是人動鮪魚嗎 沒有人動鮪魚 比如說你去夜店 然後你各天跟朋友家 所以夜店怎麼樣 沒有什麼好玩都是鮪魚 後蘭的部分來 罵人荷蘭人 罵人應該是荷蘭人 荷蘭人 罵人家是荷蘭人 荷蘭人是很高喔 真的很深 在台灣也有罵人家是荷蘭人 這個人講話太誇張 你荷蘭人喔 我哪荷蘭人 這個意思 我就常常被罵荷蘭人啊 其實這個我們不會直接 叫人家是 但是我們會隨時 我們都會用這個字 比如說我生氣 我沒有內心 我就會...我就會講這個字 原文怎麼講 原來的波蘭話怎麼講 荷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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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配得我嗎 荷蘭人 荷蘭人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意思是 這麼髒喔 為什麼... 就是我們自己覺得是 比較漂亮的 比較好聽的 F開頭的字 F word 對 對 所以如果人家在旁邊聽我們 但是我們真的很想要 curse一下 那我們就會用這個 好 那為什麼 跟荷蘭人有關係 對啊 跟他們有仇嗎 其實我們 自己不太清楚 也不知道 為什麼 那荷蘭人好寶貝喔 對啊 我帶老公去波蘭 然後他就聽到 你媽媽就一直叫那個 Hollander 他打招 還是煮飯 還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字 他是罵我還是什麼 不喜歡我什麼 然後他後來學了 然後自己講了 在我媽媽的面前 然後我媽媽嚇到 他說 為什麼你現在罵我這樣子 這樣子 他說 很沒禮貌啊 你的老公怎麼了 為什麼看什麼 但是我老公 他其實自己誤會了 他說 你不是剛剛就煮飯啊 打掃的時候 隨便講嗎 所以我也是隨便講 用國家名稱罵人 台灣有類似的 但我也不知道來由是什麼 什麼 跟這個人很難溝通 有理說不清 那個人喔 就是無法理解你的意思 你會說你幹嘛 有嗎 我沒聽過耶 你是法國人喔 這是指他很難溝通 腦筋不清楚 沒有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很會溝通啊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從小到大就聽人家這樣講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彩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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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